哈喽大家好,好久不见 那么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些掩体间移动 还有滑步的小技巧 那么现在展示的是快速转角 这个也可以在设置里面改变的 可以改成慢速转角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转角的速度变慢了 同时也会减少一些误操作 接下来是长距离掩体间移动 这个你只要对准你要前进的方向 长按空格键就行了 接下来是滑步距离的判定 这个距离倒是挺近的 只有一两米而已,特别短 那么什么是滑步距离呢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有种磁力的感觉 吸向掩体 那么这吸向掩体的距离就是滑步的距离 好的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欣赏的是战争机75中 拿捏的掩体间移动 滑步还有近战导人 这个系统我还是比较喜欢的 我也玩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战争机75 所以说现在让我回去全境2 我也会很不习惯 因为操作方式本质上就不一样 就比如说战争机75 它是长空格键奔跑滑步 那么在全境2 你是按空格键吸引体 然后跑步呢是按修复的键 那么我这个栏已经17级的近战伤害了百分百 然后滑步距离呢40% 我还要加把镜把它升到50%的滑步距离 那么假如你最近搞到游戏慌 没有什么游戏可以玩 或者说全境2推更很久了 那么你也可以考虑一起来玩战争机75 还要马上上市的使命变化现代战争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 不要忘了点赞一笔收藏 加过注加分享了 那么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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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